汽紙要有雙捷運 往南港的捷運由交通部審核 我有信心 民進黨立委候選人賴平瑜 打出交通政見 對手國民黨立委候選人 廖先祥也喊話爭取 我一定會爭取捷運 把南線延伸汽紙的評估報告 我們要重啟他的可情性研究報告 俗稱七星選區的新北市立委 第十二選區 四號上午舉行政見發表會 候選人在細科捷運上掛保證後 又先戰火 廖家忙著在霸戰 國有地蓋豪宅 廖家忙著利用汽紙人 缺少停車空間的痛 大收停車費 去賺他們自己的家族事業 炮火對準男營對手廖先祥 先前他不但被爆出 家族違法佔有國有地 現在又被踢爆 他長期將自己的電動車 停在汽紙區公所地下停車場 免費充電 讓賴平瑜怒轟無意不談 很遺憾 我們的這個公辦證件發表會 又變成了特定人士的抹黑大會 要讓這一次他的選舉 能夠因為抹黑而得利 我感到非常的遺憾 廖先祥面對指控 陳情是對方抹黑 藍綠證件發表會上火藥味十足 另一頭有其他候選人出奇招 吸引目光 請求大家 放下對立 台灣維新黨立委候選人陳常志 答了赤博 請求大家放下對立 團結一心 他胸前來賜有七顆星 象徵要讓七七選區發光發熱 甚至背後也有賜有正七顆 意味不會背叛百姓 選選倒數各政黨候選人 政見發表會上火力全開 下面請問黃彥傑、黃正傑 新北常委報導 聽證